那郭台铭现在设的这些工作站 他以治安为名要不同 要不停的演练 所以他说这两天内 他站不开仓 两天后他要开仓 但是我们可以说 郭董可以为演先风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 张有话 郭台铭已经宣布了 三都设工作站 设联署站 进行联署 那其中台北新北跟台中 他现在已经找到了适合地点 就是要进行所谓的联署 那当然 我们从新闻媒体报道上面看来 他的联署站没有开仓 未演先风动 他未演先风动就是很多民众 就希望到他的总部 他的总部就是设在 顶好附近 顶好商圈附近 正对面刚刚好就是收购 收购百货公司 那个地方算是人潮多的 各位有没有发现 郭台铭他运用 运用的色系叫做紫系 紫色系 就是这个紫色系 你要知道 中国古代帝王都是指违星下来 所以他用紫色 来代表他的尊贵 来代表他的高贵 来代表他称王的意思 那郭台铭现在设的这些工作站 他以治安为名要不同 要不停的演练 所以他说这两天内 他站不开仓 两天后他要开仓 当然 治安问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们可以说 郭董可以未演先风动 就是我的朋友跟我讲的 他是说 整个鸿海的眷属协力厂商 通通加起来有30报 38.7万票 那换句话说 他的联署过关 不是问题 他的联署过关 绝对不是问题 就是38.7 那换句话说 我说35你就过关了 你打个80 也有28万29万 那就过关了 现在只要28.9667 28.99 9667人 你就可以过关 那换句话说 那你29万人 这个对郭台铭来讲 他的基本盘 他的基本盘足以涵盖 这29万的联署 那现在就是说 你真的只有38万7 的联署 那一定会成为一个政坛的笑话 那这个政坛的笑话 就是说 那你不是联署百万吗 甚至于你讲了两百万 好 大家都等着看这个节目 那现在郭台铭是有底气 他的底气38.7万人 帮他联署 那是不成问题的 那绝对不成问题 但是除了这38.7万人 帮他联署之外 各位要知道 这个只是他的基本盘 没有外溢效果的话 你靠这38.7万人 绝对选不上 这个是用大脑想 都想得到 好 那现在他就在三都 他为什么不在桃园 他为什么不在台南 他为什么不在屏东 各位要知道 桃园过去是有派系化 因为新人口不断的迁入 所以他的派系意识 已经是跟台北新北差不多了 那这些古老的派系 都已经过去了 所以他现在 未来即将在桃园 台南跟高雄 我曾经讲过一件事 如果郭台铭对于自己的底气 他很重视 甚至于他认为 他的底气 可以贯穿选举的话 我建议他 我那个时候讲 我建议他 他就在高雄台南 高雄台南两个地方 设旗舰店 然后在绿营执政的地方 甚至于绿营 的沙漠区 能够开出发动 我当时建议他旗舰店 你不要设在台北 你应该设在高雄台南 如果那你这两个地方 各拿十万票的话 我说民众党跟国民党 不敢欣赴你的实力 只要你在这两个地区 能够拿到十万连署的话 你尤其是民进党执政区 你不要到同温城去寻南 同温城那些票数是不算数 你只有到沙漠区 去开垦种出花朵 那才是你的 所以我也跟郭台铭这一介意 要么你就到台南跟高雄 去各拿十万连署书 这样国民党跟民众党才看得起你 你光在双北自己的选区 那你拿个十万票 那你算是什么 你没有开拓票员的能力 你开拓票员的能力 就是加进台南高雄平东 你应该到这四个地方 去设旗舰店 你应该要到这四个地方 去造势 让你的声势起来 只要民进党的沙漠区 就是对菲律阵营来讲 这是一个沙漠区 你只要在沙漠区 能够种出花朵的话 这个花朵永远都是你的 我当时是建议郭台铭正云 旗舰店要放在高雄 或者台南 然后在民进党执政区 拿十万连署 结果各位晓不晓 他的一个朋友跟我说 你不要提这个 我说为什么不提他说问一真的 民进党跑来帮郭董联署 我就跟他讲 这个不是民进党要不要帮他 联署的问题 他蓄意跑来帮你联署 我说第一个他的车程 第二个他的时间 第三个他干嘛那么费事 反正那里民调你又不高 那他跑来干什么 我说你们去看问题 要从反方向看 确确的说 好确确的说 今天他的旗舰店设在搜狗的对面 然后他又在双北包含台中三个地方设定 你还是在国民党执政区域玩 玩自己的同温层嘛 换句话说这一些 你是认为是国民党不会帮你联署 民众党也不会帮你联署 到了最后是民进党帮你联署 但是你还是在你的同温层里面 所以我就跟他讲打打选战要有开拓票员的能力 如果没有开拓票员的能力 我就劝他不要选 那换句话说今天郭董 他在这三个地方设联署站 虽然民众反应非常热烈 但是我可以讲 这种热烈的程度不像2019年还有老虎兵团 现在老虎兵团都看不到 你就知道 郭台铭的联署底气究竟如何